在杭帮菜中有一道著名的菜 源于西湖石井的曲院风和 取60克糯米,140克扎米 过水冲洗一下,然后放入炒锅中 先炒干水分,再逐渐炒至颜色花黄 散发出米的香味来 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粉末 注意米粉不要打得太细,要留有粗颗粒 这样吃起来可以增加口感 锅中倒油,将五花肉切成正方形的块 用肥一些的五花肉,成菜效果会更好 油温五成热时,下五花肉,炸出土壁 注意用爪力挡一下油,防止油溅到自己身上,烫上自己 干荷叶用水泡一泡,让它回软 锅牛底油,豆瓣酱和黄豆酱各一勺,点出红油 炸好的五花肉,待冷却后,改造成厚薄均匀的片 另外准备一些红薯切成片,作为垫底的配菜 切片的五花肉,加盐,五香粉,鸡精,胡椒粉,蚝油和刚熬好的辣油 麻椒油,葱姜蒜泡的黄酒汁,适量的生抽,再将米粉倒进去 所有的调味料都搅和到一起,用手抓拌均匀 然后腌制半小时,荷叶要清洗干净,防止有附着的虫卵 切好的红薯片,作为配菜,均匀地满放在底部 在上面一层层的盖上,粘好米粉的肉片 肉片之间要松放,不能压得太紧 接下来,用荷叶将肉裹上,系上香草绳,用叉子在荷叶上扎几个透气孔 放到蒸锅里,蒸锅多放一些水 开大火,蒸一个半小时 锅盖打开的一瞬间,满屋的荷叶香味和菜肴的香味 撒一把葱花,连着蒸笼一起粘上桌 这就是浙江地方特色菜,荷叶粉蒸肉 好